而来自北京的宝塔山合唱团 先前也来到洛杉矶来进行演出 活动可说是圆满成功 因此南加州的乔街领袖 也特别在餐厅设宴和团员们一起同欢 以红二代为主的北京宝塔山合唱团 是首次来到美国访问 成员有胡沐英 秦昭 孙小玲等 来自北京宝塔山合唱团的20多名成员 与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们 共同来到南加州 当地乔里们带他们一同游览了洛杉矶中国城 了解中国城的历史和特色 主要是让他们了解华人在这里 160多年来走过的路线 这里的贡献 他们也觉得非常有兴趣 我非常高兴看到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也讲到我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华人跟国内的联系 讲到宋美龄 讲到宋庆龄 当时很多因为我们跟美国是盟友 所以他们都可以联想到 我们也参观了李小龙的雕像 甚至我们也看到成龙在这里拍片的故事 所以他们很了解这些在洛杉矶一些过去的历史 也现在的这个历史 团员们同时也感谢桥界的热情款待 咱们这个华侨华人 虽然这个身在国外 但是心系祖国 一直非常关注国内的发展 而且在尽力地帮助祖国的这个发展 在各个开放里头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华侨这种爱国的这种传统 是从孙中山先生在的时候就有的 孙中山先生说 孙中山先生说 华侨是革命之母 由于正值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的重大时刻 他们这趟行程的目的主要演出的内容 为欢庆抗战胜利曲目 给海外侨报献上一场传统的民族盛宴 合唱团13号在6000人座的Shan and Toria成功演出 因此南加州广府人联谊会 特别在华部金融大酒家举行庆功宴 招待团员连欢 中澳电视采访报道